请听见爱的声音 让我们将心在天际 远风中不再 手爱上眼泪眼泪 愿孩子永远黎明 希望生生无息 爱是永恒旋律 愿爱携手空心 红窗和平天地和平 北京时间4月19日凌晨1点15分 由联合国中国书会牵头举办 主题为在演在乐 和和共生的交流讨论会 周深受邀出席现场 并在联合国连续演唱了 《大鱼》《和平送》等着握三首歌曲 强大的声压 每句清晰的咬字 清澈明亮的少年音色 让在场的外交官们 听得心潮激荡 雷鸣般掌声不断 大家都眼泛泪花 简直就像周深粉丝见面会呀 希望生生不息 爱是永恒旋律 人类携手同行 共闯和平天地和平 哇 太棒了 真的感觉我们现场的每个工作人员 都已经陶醉其中了 真是人间的百灵鸟 谢谢 就是你的歌曲里有很多 我觉得关于光的东西 嗯 它们是你的灵感吗 我觉得它们是我的一个感受吧 而且之前像也有老师 王宁老师问我 他说唱过很多歌跟光有关系 然后那到底问我光具体是什么 所以我当时那一刹那 我有点愣住说 我好像真的没有去思考过 到底那个光是什么 后面会发现那个就是爱 那个就是很多时候 你在需要的时候 感受到的温暖 感受到的拥抱 感受到的时候 你以为你转身 后面空无一人的 那种孤独感的时候 发现你一转身 发现有很多人在支持你 很多人愿意 你去费尽他的心思 心力去告诉你一声 你唱歌很好听 我觉得这都是我的光 我发现今天我们的衣服非常的配 对 非常的搭 颜色很看 我们没有提前商量好 包含了非常多的 咱们中华文化的元素 比如它上面所有 有看到画了很多植物 对不对 它其实上面的植物 是一些中草药 有金银花 上面的一个 是一个中国的药方 而且它的染色 用的也是板蓝根 去进行的调色去染制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中华文化 是非常有包容性的 而且它的结合性非常强 就哪怕它是一个比较西式的裁剪 然后但它也有非常浓厚的 中文的寓意在里面 包括这朵花 它也写的是春蓝 因为蓝花是咱们中国人 去进行自己栽培 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植物 然后它也有个非常美好的寓意 就是祝大家事事顺心 事事美好的这样的寓意 上面这些小水晶 它其实就是春雨 就古语世界的那个春雨 对 所以给大家带来一个很好的寓意 联合国会上周深发表 以音乐之名的演讲 讲述自己的成长和竹梦经历 听周深说自己一路走来的经历 从压制梦想到重拾梦想 从小山村一路走到联合国 它真的好优秀 为它感到骄傲 演讲中周深也感谢了歌迷的支持 并演唱了代表作《大鱼》 曲风悠扬 曲转回环 用一首歌拉近了现场各国代表的文化距离 宣传了中文歌曲的独特魅力 这首《大鱼》一路从一个小舞台唱到了大舞台 再唱到了春晚 如今唱到了联合国 真为于太子骄傲 这才是代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大鱼》之魅的强文化输出 在联合国的舞台上 联合国的平台上 去用中文去演唱咱们自己的歌曲 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文化自信 包括把自己世界特色的衣服穿在身上 然后去说着自己亲身体会的所有咱们 国家的随着国家发展 然后自己梦想的慢慢实现的这样过程 我觉得自己真的是一个时代的幸运儿 也希望可以在这里告诉每一个 大家可能认为自己普通平凡的人 但我希望你们也知道 你们也会也能成为这样的幸运儿 就我们每个人可以去凭借自己的努力 然后凭借自己所长发热去发光 我觉得我们一定可以的 对 因为我觉得我这样一个非常普通的 喜欢唱歌的 来自一个也是非常平凡的地方的一个人 也可以做到这里 那么一定可以 周深最新作品《和平颂》 是选自交响师和平颂第三乐章 《人类之声》 由周深与交响乐团共同演绎 并于2024年联合国中文日推出 用音乐向世界传达中华文化的价值内核 和和和和和谐和平 十分钟的音乐里 从旋律的情愫万千中 温暖的种子生根发芽 逐渐变得坚定 直至宽广的疏怀 音乐的段落里有善意的歌声 也有对自然的描绘 对生命的涌叹 作曲螺威把爱的语言转化为音符 献给我们共同家园地球 每个人善意的能量虽微弱 却也因为真挚而坚定有力 作词许诺用最简单 纯净温暖的文字抵达爱 以真诚的请求层层推进 用诗意的深情呼唤爱 愿折去和平送能唤醒沉睡在每个人心底 那个满怀善意的自己 让人们感受到命运彼此相连 生命息息相关 当周深在联合国总部唱响和平送时 现场有观众泪失眼眶 音乐结束时 现场掌声四起 现场活动中 周深除了做了个人演讲和演唱三首歌之外 在中文日活动过程中 周深提到了周深的歌曲 对中文学习者的影响和激励 说上课会用大鱼这首歌来教学 自己的学生也非常喜欢 还用中文文字表达对周深的喜爱 用音乐架起沟通的桥梁 让世界感受到中华文化独特的魅力 这是将华语乐坛带向国际的声音 这是既可以在综艺中娱乐大众的声音 这也是可以登上大雅之堂代表中国的一款声音 之前曾经看到有人形容 周深的音乐体现是大爱无疆 真的是无比正确 周深真是中国人的骄傲 近年来你已经在国内外这么多的舞台上都表演过了 大大小小的舞台 就你的经验来看 你觉得联合国和其他舞台有什么区别呢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区别反而是反谱归真 因为之前的舞台 我也是就是可能各种大屏幕啊 灯光特效啊 所有的视频啊 甚至现在这样很多一些电影的虚幻的 虚拟虚拟真实的特效加在一起的舞台很多 但突然回到联合国这样一个舞台的时候 你会觉得一切又回归到了最美好的那个相遇 就像我的大鱼的歌词一样 回归到最美好的相遇 那一下你会觉得所有最简单的一些设备 但是却唱着最浓烈和最美好的祝愿 我觉得这一切在我的感官上是无限被放大的 所以都非常感动哪怕他没有耳返 他所有感觉像不是一个 因为他是一个会议厅嘛 因为有听说之前在会议厅 大家都不太会有这样的一个表演的一个形式 所以我就觉得一切又反谱归真 一切又来自最浓烈的一个感动 这都是在我意料之外的感动 就是大到至简的那种回到最原始的那个状态 没错 我就觉得就是回归到了最感觉像最简单的一句问候吧 大鱼这首歌曲是你的非常著名的一个代表作了 它的传唱度也非常广 可以说是你最出圈的一个作品 那刚刚呢你也在联合国的活动上演唱了这首歌 能跟我们聊一下你跟大鱼这个作品是怎么相遇的吗 我觉得是一个缘分吧 因为当时是在帮导演大鱼海藏的导演梁玄在 就是找他让我介绍词曲作者 然后我就介绍 我刚好也只认识曲作前雷和词作隐约 就推荐给他们 最后他们就写了大鱼这首歌 然后他们就不停的去试 在想找哪位歌手去演唱这首主题曲呢 后面就发现找歌手的时候也没有一个唱好的一个demo啊 就只有雷哥的这样一个demo 就跟歌曲的想要表达的意境不太像 他就让我去试了一下 当时其实很巧 我当时接到那个demo的时候 其实刚好也在美国 那是我第一次来美国 也是四海同春的这样一个活动 是给大家带来 家乡的问候的一个活动 当时就说到说要帮忙录大鱼这个demo 我就说嗯 我觉得当然可以啊 我愿意做很多事情 但是没有什么比较好的环境 就当时在被子里 去为了保证声音的清晰 就是把自己蒙在被子里去录的这个demo 最后导演他们包括片方听完他们就觉得非常符合 他觉得找任何东西 都不如找一个最合适的一个歌手去唱这首歌 所以我也非常感谢片方和导演们 然后最后促成的大鱼这样一个缘分 也让大家去慢慢听到了周深的声音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